大家好啊 这个刚才聊了维吾尔啊 这个新疆第一大民族啊 那个那再聊聊第三大民族吧 论人口汉族是新疆第二大民族 如果就是少数民族里边第二大是哈萨克啊 这个哈萨克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他是白天鹅啊 有人说他是自由人 有人说俄国人里边的哥萨克和哈萨克是同一个词啊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如果哈萨克是自由人 那哥萨克的意思 我之前看到的那个信息也是自由人 这个哈萨克呢 有人说他的祖先叫阿拉什啊 有人说他是 有人说他的民族的口号叫阿拉什 就是哈萨克民族和其他民族打仗的时候 他们呼喊的口号就叫阿拉什阿拉什 也有人说阿拉什代表着哈萨克三个玉兹 玉兹呢就是巨子 就是部分的意思 也是一百两百的百 分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 另外呢 克尔克兹算一个阿拉什 可能那个卡拉卡尔帕克算一个阿拉什 还有那个民族是乌兹别克吗 我有点忘了 是要分六个阿拉什 反正哈萨克是分三个玉兹是确定的啊 大玉兹 是长部啊 大哥在南方老大 中玉兹呢在中间啊 大玉兹呢叫乌鞠子 中玉兹呢叫奥塔鞠子 奥塔就是中央的意思 这个中亚 中亚的话叫奥塔阿西亚 就是中亚 印度有一个邦叫中央邦 也叫奥塔阿中央 这个因为默古尔帝国嘛 就是突厥人 名义上的蒙古人 实际上的突厥人 统治这个印度 大部分地区 蒙古尔啊 默古尔 那个中央邦也是奥塔 小玉兹可能叫Kedikdjiz 小玉兹在西部 大玉兹在偏东偏北的地方 中玉兹中玉兹 那么 这个 中国的啊 中国的哈萨克人 比较多的是中玉兹的 小玉兹呢 更偏白人一点 在乌拉尔河呀 那一带 偏西部 欧亚交际的地方 大玉兹在南边 大玉兹在中国的一个主要部落 就是扎拉伊尔 扎拉伊尔 扎拉伊尔是谁呢 扎拉伊尔是穆华黎 穆华黎是汉语 如果是哈语 叫穆哈拉 穆哈拉 穆哈拉是谁呢 穆华黎是谁呢 如果看过一定的 蒙元时代的这个书的人都知道 他是承基斯汗铁木针的左膀右臂 后来被铁木针封为国王 进攻中国北方的时候 这个穆华黎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子孙就是扎拉伊尔部 扎拉伊尔部呢 我认识一个 在中国文学界比较有名的人 这个人叫埃克拜尔米吉提 埃克拜尔米吉提是新疆北部塔城县 不是塔城县 霍城县的 他是中国文联的 中国文联有一个中国出版集团的 他是那儿的管委会的副主任 还兼这个党委书记 因为前些年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新疆的文章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之声 然后民族之声里面的哈萨克语的 那个节目部的主任 叫哈纳迪别克 通过他 然后我让他给我北京话叫掌眼 人家是专家 这个权威 帮我看一看 那么认识的 然后呢 主要是中欲资的人比较多 伊犁一带有一个部落叫黑仔 黑仔实际上是叫月亮姑娘 姑娘叫克子 月亮叫阿姨 或者玛姨 就是月光啊 是那个部落的人比较多 主要是中欲资 中欲资呢 奥特巨资 在中国最多的是克列 克列部 有人说克列的意思是包围起来 包围 有人说是黑乌鸦 这个克列部在中国最多的是 阿巴克克列 阿巴克是十二克列 阿巴克十二克列有哪些呢 有摩勒克部落 摩勒克是汉朝 汉朝为了联合当时的乌孙 乌孙 有人说是后来的御训部落 乌孙国和汉朝联合打击匈奴 结成战略同盟 那么汉朝呢 和亲从徐州的某一个诸侯王吧 江苏徐州派了两位公主 一个叫细菌啊 不是病毒细菌啊 粗细的细 君子的君 还有一位叫解忧公主 解除的解忧愁的忧 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 到乌孙 嫁给他们的王 然后呢 达成了一定的这种战略上的 这这种合作的关系 那么他们呢 他不可能一个人来呀 单枪匹马 他要带来一些工女啊 工匠啊 管家呀 侍卫呀 各种的专业的服务人员 这样的人 毕竟人数比较少 他要和乌孙人 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人 他们来通婚融合 这个部落叫摩勒克部落 还有一个部落呢 叫萨勒 萨勒是黄色 巴斯是头啊 是头 黄头部落啊 直接翻译 还有一个部落叫 米尔格提 米尔格提的意思 就是神剑手 南疆有一个县叫麦盖提 麦盖提就是米尔格提 神剑手 蒙古人和这个满洲通古斯人里边 也有叫墨尔根 或者叫米尔根啊 这样的人和这个词汇 是同一个词汇 只不过是方言的差别 因为他们都是阿尔泰语系 还有什么部落呢 还有叫尖铁克伊 尖铁克伊部落和迦斯塔班 迦斯塔班的意思据说是小脚丫子部落 这个就是那个十二克列 还有一部分克列呢 是叫阿夏玛伊勒克列 阿夏玛伊勒克列的意思是马安子克列 在哈萨克斯坦里边 这个部落比较多 当然还有一些部落叫瓦克部落 瓦克 刚才说那个米尔格提 米尔格提就是灭尔启人 三姓灭尔启人 是他们的后裔 有很多部落 很好玩的 还有 还有部落 还有什么湖南拜啊 部落就太多太多了 这个十二克列 下边再分 然后还有一个大的部落系统 叫奶蛮人 奶蛮呢 一部分进入了哈萨克 一部分进入了克尔克兹 然后在这个乌兹别克也有 蒙古也有 今天那蒙古东部有一个旗叫奈曼旗 应该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 我认识一个新疆的大哥 他是我的原来 我在新浪上写博客 我的一个读者 他在新疆一个国企上班 然后他通过我的博客 跟我联系上 然后他呢 跟我一样 我是做粮油生意的 他是在一个国企上班的 但是呢 他呢也这个 喜欢研究 而且他本身是哈萨克族 他的祖先 还不是一般的这个哈族 他的祖先是哈萨克 某一个宫廷 或者是新疆啊 历史上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的 皇家图书馆的 这一种就是管理图书啊 管理文献啊 是不是像我们的这个文献馆 档案馆这样的一个官员 也兼有学者 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 也算是学者之家书香门第吧 他是这么一个家族 所以他本身在国企上班 但是他自己做了大量的研究 同时呢 他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本身人就在新疆 所以所以呢 也去了很多这个历史上的遗迹啊 一些 他去做一些零距离的第一手的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 像五项这个搞学术的啊 这个主要是两个手段 一个叫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很容易理解 就是看书 那么最好是看第一手的文献 不然的话你吃别人嚼过的膜 是吧 别人已经就很难 有的时候就失真了 是吧 二传手嘛 就没有那么真 这样的话需要你掌握语言 还有一种叫叫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就是比如说你去某一个村落 某一个族群 某一个地区 甚至比如说这个文物 考古你要去野地里面 到那个墓葬啊 到这个地方去去做一些调查工作啊 这大哥很好 这大哥呢 他他就是奶蛮 奶蛮是一个大部落 大部落下面一个小部落 这个小部落很有意思啊 如果你懂哈萨克 懂这个新疆的民族的 他们内部的一些东西 你会感觉很好玩 他是哪个部落呢 他叫卡拉克里 卡拉是黑色 克里 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克里大部落 那么你看啊 他又是奶蛮的 但是他下面又叫黑克里 那么呢 一般来说卡拉黑色 代表着地位比较的不太高 比较的低啊 就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闹别扭了 本来是卡拉克 然后呢 兄弟之间或者部落之间闹矛盾 他可以加入 他可以加入另外一个部落联盟 也许是这么来的一个关系 嗯 这大哥他本身是哈萨克 然后他又娶的是维吾尔 维吾鲁的老婆 然后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姑娘 大儿子都三十来岁了 然后那个女儿呢 很小 十岁左右 然后 我们经常有联系 然后聊的话题什么呢 非常广泛 关于哈萨克的话题 我可以聊很多 然后 也很好玩 嗯 这个是我的一个 感兴趣的地方 这个哈萨克有这种 这个叫阿肯弹唱 阿肯是一种游吟的一种 类似于民间歌手 然后他们有一个叫 叫艾特斯吧 艾特斯可能是赛歌 这么一种形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然后每年夏天 在草原上有这种活动 然后 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他们的乐器叫东布拉 维吾尔可能叫 Dutter 反正是非常好玩 先聊这一小段 我整理整理思绪 再聊别的 谢谢啊 谢谢大家